颱風即將要來襲 那麼許多民眾呢 在今天也來準備物資 而且呢先湧入大賣場 希望能夠做好萬全的準備 而大賣場的業者就說 今天早上看到顧客流量 比起平常整整多了一倍 而菜市場同樣有出現人潮 菜飯說雖然沒有出現搶菜的情況 而且整體菜價還算是穩定 但是夜菜類的部分呢 已經悄悄喊涨 夜菜 夜菜 全部一把十五塊啊 鳳王颱風即將過境 有的民眾乾淨到大賣場捕獲 生怕颱風天裡斷了食粮 賣場業者就說顧客流量 比平常多了整整一倍 今天從一大早開始 就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 人潮的出現 我們預估至少多一倍以上 進貨量我們是平常的三倍以上 放入泡麵 蔬菜 水果 需要的食物樣樣不可少 颱風天要來有的民眾 嚴正以待 但有的民眾保持平常心 反應相當兩極 沒有 我是上班族 一個禮拜沒吃菜 比平常再高一些些 比較高一些些 他有特別想要瞄準 什麼樣的產品 那個更精菜 更精類的 然後還有就是 買零食回去儲備 而週末一大早 菜市場裡的民眾 也是絡意不絕 業者就反映 颱風還未更排 菜價就已悄悄漲價 已經漲了啊 高麗菜差不多五到十塊的 青菜差不多也 也差不多有十塊的 葉子猜測是農民看到颱風要來 預留了收成 要晚點賣出 也讓價錢跟著升高 但無論是薑蔥足損 還是大蒜 價格雖有浮動 但都幾乎漲不超過一成 儘管民眾大多充滿警覺性 未雨綢繆 為颱風天做好萬族準備 但大家還是打從心底 希望這次颱風 不要帶來任何災情 UJTV陳旬 周星儀 海北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